大家好,我是香港動蠻犬服務中心的主席,我是章美妍 今天很開心來到粉嶺的Golf Club 舉辦第五次磁士賽 我們在2012年成立 最大的目標是培育優質的動蠻犬 而且免費提供給我們的視像人士 我們今天來到粉嶺的Golf Club 舉辦我們的磁線賽 目標是籌得更多的善款 使用在視像人士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身上稿 今天我們帶了幾隻狗狗來 好像我前面的狗狗叫做Sobar 他們來到這麽優美的環境都很開心 往往的世界我們都是在粉嶺的Golf Club 舉辦磁線賽 為何我們選擇這個地方 除了環境優美之外 因為Golf Club都是一個具國際水平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會持續希望可以雙方 大家一起共同去努力合作 這個動蠻圈我百貫之二百值得支持 為何他們籌到的善款也好 行動做的事都是貨有需要的人士 為何視像人士這件事 是非常值得我去支持的 我覺得不錯 眨眼眼今年在你們這裏就是第五屆 第一屆就是東莞 這裏球場非常之好 為何我要說得這麼好呢 因為你們很多人在外面 誤解了以為只是抱有人間可以享用 其實這裏的NGO都是參與很多 而上水的地方我真的有濃厚感情 我在天平山村出生 亦都在這裏長大 所以算是對香港北區的環境 交通甚至居住分布的情況 都有少少了解 自己在退休之後 真是喜歡這個運動 我覺得高爾夫球 特別對我們這些中年人 五十歲以上更加開心 當然年輕人如果打得好 就更加可以成為一個 高出入的職業賽事的一個職業球手 香港這個高爾夫球場 這個品領高爾夫球場 百經歷史裏面 可能因為球會問題的保育 真是現在這裏有很多的古樹 古墳 有些真是很罕見棟植物 特別晚間時也有很多奇奇怪怪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一些很特別的 很罕有的棟植物 都在這裏找到的 品領球場我當然是熟 打了很多年 有很多參與慈善賽 公開活動 我們自己AGA的活動 以前每年都有些城市 國際的比賽 你問我最喜歡哪個場 我會喜歡Occles多一點 因為Occles會看到很多 很多歷史東西在這裏 很多舊的樹在這裏 老的樹在這裏 或者漂亮的建築物 保持得好的建築物 整個場的管理 所有東西都能夠代表香港高球界 所以真是寶塞來到 外國球手來到 香港也有這樣的球場 非常好